同修这个住在农村 他住在农村为了交地用水 最近和邻居们打了三口井 他打井 然后都在距离自己家的300米的地方 有的是一家人联合打造的井 有的是12家人口联合打造 还有的15家 目前还有一口井没打 但是呢同修现在就是打井之后就病倒了 请问他是否跟打井有关系 肯定的肯定的 悲眼 打井有什么讲法 往地府的 你没听到过一个新闻 就苏联有个地方 就是那个俄罗斯一个地方 往地方挖挖挖到后来 听到地府的声音了 上面讲话全部清清楚楚 看到新闻 这种尖叫啊 地狱的好像地府的 明白了吧 那他现在这样子需要怎么念金化卷啊 念金化卷啊 念金化卷嘛 就念小房子就可以了 像这种他打井 并早了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啊 一般那么80张 哦 好的 所以不能乱挖 因为这个80张并不是代表他好了 并代表他就是说 这个打井就是说跟地府都沟通了 就是以忏悔心 否则的话总是有问题的 嗯 嗯 明白了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直接开始 假如同谁 带我这就不打开 这就不打开